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呢 我们怀抱一颗愉悦的很轻松的心 然后放轻松 调整呼吸来画第三天的缠绕日记 好 要我们画一个淡淡的椭圆形 好 今天我们改变一个方向 三个缠绕图样的外形 一起把它画好 那为什么叫做重叠图样呢 今天这三个缠绕图样都有一个基本形开始 首先我们第一个上路根 它的形状 也是一个上路根 好 上路根 第二个是节日清调 第三个叫做立体控炉 所谓重叠图样就是 由一个图样 我们先来练习上路根 这就是一个上路根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两个好像是互切 好 那也可以 再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缠绕图样 第二个上路根的缠绕图样呢 就跌在后方 好 就造成了前后交叠的情况 在视觉上呢 就会产生所谓的前后关系 相后的关系呢 就会制造一种所谓的空间感 那产生空间感的方法呢 在第一天跟第二天呢 有介绍所谓的利用铅笔 还有利用缠绕画本身的色调 还可以利用缠绕画重叠 还有上下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节日清调 这就叫节日清调 好 这样是一个节日清调 第二个节日清调呢 我们把它摆在它的后面 这样有点焦叠 这样有点焦叠 也可以画到这里 比较小 这个比较小 这个比较大 比如在上面 画在这里 好 这个就上下的关系 这个是大小关系 所以除了重叠的关系 上下的关系 这个比较大 这比较小 就暗示它在后面 离我们比较远 所以大小呢 会有一个远近的关系 好 所以 利用铅笔的建成明暗 可以表现所谓的 3D立体之外 重叠啦 上下啦 大小啦 都可以产生一种 前后的 远近的 立体空间材 立体空间材 好 为什么叫立体公路呢 其实它的基本型呢 很简单 就是一个线条 好 那第一个线条 画好之后 第二个线条 要画的时候呢 只要碰到 第一个线条 它就要 线条就画到这里 就停止 好 这样也就制造一个 上下的关系 好 所以 上下 就是一种重叠 上下 有 交叠的上下 跟 像这个没有交叠的上下 像这个就很自然的 形成了 这个是远 这个是近 那这个比较小 也是暗示的比较远 好 那这一个 这边也可以挤上一个 所以在画纏绕图样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去想 要让它在前 哪一个在前 哪一个在后 哪一个在前 你不用去想太多 你就很任意的 想画大 就画大 想画小 就画小 就让你的直觉 去掌控大局 好 这就是 立体公路 好 那这样子呢 还没有画阴影之前呢 这些 这三个缠绕图样 就已经有空间感的效果出来了 好 那我们 来用2V铅笔 来画阴影 好 像这个阴影 第一个先画 第一个先画 再来画第二个 好 那这一个 画了这样子的阴影之后 这个突然就 突出来了 好 所以在画阴影的这个 角度呢 也会 产生一个 立体效果 往前凸的立体效果 好 那像这个也是圆形 好 那这圆形 我们就 在这里画上 一个圆形的 弧度的阴影 没有沿着边缘了 而是离 黑线有一段距离 好 这种一种 上下的 凹凸的感觉 这里是 这里黑 那这里是 比较靠近 这里是黑 那现在还看不太出来 没有关系 那这里也可以制造 都可以 好 阴影呢 就是 维持线条的弧度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也可以在这边 产生阴影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铅笔也不用急着画 我们 待会用 纸笔 在一起去把它刷出厚度 刷出层次 好 那立体共路也是一样 这个是第一个 缠绕图样 好 然后我们就在它的下方 是不是自然然 这一个 又凸显了 加了阴影之后 更凸显了 这一个 线条 它是在最上方 那如果我们要让这一个 变成一个 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平板 好 没有厚度 那如果要让它感觉是弯曲的 我们就在这里稍微画一下 好 轻轻的也可以 好 那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待会 交给纸笔来处理 好 然后再来是第二个 它底下也有 好 那再来是这一个 那其实立体公路 画好之后呢 你可以先 把这中间涂黑 或者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填满 影子呢 可以现在画 也可以一开始涂黑 我们可以在这边涂黑 我们可以在这边涂黑 比较小的地方涂黑 好 小的 小的面积 就给它填满 就是小的缝隙 我们就直接涂黑 填满 好 那比较大的缝隙呢 maybe 你可以 花椒插线条 来填满 这样子也是 可以 好 小的面积 小的面积 直接涂黑填满 那画缠绕图样的时候呢 因为 是一个练习的 小图形 所以 直接涂黑就可以了 好 好 蝉绕画呢 它所用的纸张呢 是法布里洛 紙厂 所制造的 纸 好 法布里洛 制造这个纸呢 在美宿舍 都可以买到 那像我买的 这一个纸张 这个 素描本 也就是 纏绕 拿来作为 纏绕日记本的 这个纸张呢 它就是 220磅的 意大利水材质 那这个 你可以网购 或者是去 美宿舍 9x9 或者是东南 都可以买得到 那很简单就是 带着它 一个 素描本 然后 一支 HV的铅笔 一支 2V的铅笔 好 还有纸笔 代真笔 或者是 钢笔 很简单的 工具 这个 意大利水材质 它的纹路呢 很特别 用带真笔 或者是钢笔 在这个 纹路上面 来画的时候呢 它不会很流畅 但是它的水 吸收呢 非常的均匀 画完之后呢 相当有质感 那因为它有纹路 所以呢 搭配钢笔 或者是带真笔 你在画的时候呢 速度上 不能太快 那这样子呢 也会让我们的心呢 慢慢的沉淀 可以调节我们的 心情 好 那像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选择涂黑 像这样子涂黑 也可以 不需要涂黑 就保持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子 是一个交叠的效果 然后你也可以再去画一只 或单独一只 跑出来 好 这个东西 待会缠绕花 创作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去延伸的 好 反正 画缠绕花呢 会有很多的神来之笔 所谓神来之笔 永远不嫌多的 好 所以从头到尾呢 几乎每一个图案 你为什么要放在那里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这个 都是 您当下的一个 决定 好 这个决定呢 仿佛呢 本来就存在的 它就是要这么画 就凭你的直觉 去画 所以缠绕花呢 基本上 是不需要去做计划的 那也不要 也不需要 去预期 它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 你只要掌握 当下的每一笔 每一画 总之 相信你的直觉 你所做的 你所画的 每一步 每一笔 每一画 都是最好的安排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依着 上路跟节日清调 立体公路 开始来画今天的 缠绕 缠绕画 好 缠绕画的创作呢 就是从 画边界开始 准备好 HV 的铅笔 然后 再相隔 六 乘六 就是画出一个六层 用四个点 去连接 画出一个大约六层六 六层五 好 也不需要去 去量 就是拼着直觉 用 HV的铅笔 去勾勒出一个 画面 画面形成之后呢 就很任意的 就很任意的去画 按线 不需要去想太多 好 这就是我今天 画的 按线 按线 那安心画完之后呢 就 开始 拿起 带针 或者是 钢笔 来画今天的缠绕图样 不需要去想太多 好 线绕图 基本上是 没有对错的 或许你会觉得 这个太粗了 但是 已经画了 就画了 你只要 试着去调节 去观察 你所画的每一条线 还有形成的图形 你就很自然而然 可以 关注到 你目前 内心的状态 在画缠绕画的时候呢 可以一边画 一边转动 纸张 来搭配你的手 按住在这个当下 按下 所以按线基本上呢 这是一个 起底 很简略的 去 分出一个 分叶 做出一个简单的布局 做出一个简单的布局 但是 在画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随意的 去延展 你的缠绕图样 所以 所谓的按线 基本上 基本上 也是一个参考线 也是一个底稿线 也是一个底稿线 好 那上路根画好之后呢 那 就可以来 编织 立体公路 好 所以我原来 规划的按线 当然 我也可以画在按线 这时候就停住了 但是我突然想要 跨越它 也是可以的 好 所以 按线 基本上 就是一个参考线 你可以很规律的 好 好 那这个 立体公路呢 就像我们 人生的道路 道路呢 也是有弯曲的 好 所以呢 你想要找弯 可以吗 也可以 好 那这一个公路呢 可不可以是曲线 试试看 其实 就是很enjoy 在这个当下 你可以去尝试 各种不同的 跨越 许多无限的可能 基本上 都是很自由 而且 非常安全的 没有所谓的 对跟错 好 就听从你的心 你的手 你的鼻 好 很随意的哦 好 那 接着呢 我们来画一下 节日清调 好 这样子呢 也蛮不错的 所以每一张缠绕图样 每一个缠绕画 虽然它的缠绕图样 每一张 都相同 但是 每一张 画完之后 都是唯一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缠绕画 虽然 可能有相同的暗线 但是 每一次画 结果 结果 都不相同 所以简单讲 我们可以说 每一张 都是 翁林碗 所以在缠绕画的世界里 没有所谓的对 没有所谓的对 也没有错 没有所谓的对 应该说 所做即是 相信你所做的 所以 其他那话 画你所画 每一笔一画 都是你 都是当下的你 都是当下的你 好 只要你安安静静的 守住 在这个当下 在这个片刻 就可以感受到一种 宁静 平安 安息了 好 按住在当下 按住在当下 好 你所营造的 缠绕画 总是会让你静谈不移 哦 好 所以画完这一张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 满满的一个 视觉的 空间效果 好 好 只要你完全的专注 而且 安住自己的心 陶醉在这一笔一画当中 你就进入所谓 艺术的冥想的状态了 这就是缠绕画 就是这样 好 那我觉得 已经差不多了 好 就来签名 签在桌上 好 今天呢 我特别用这个 白金牌的钢笔 来画 如果你家里面呢 有一支钢笔 或者是你想要感受 钢笔的 特殊的一个笔杆 那你也去买一支吧 好 好 三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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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前面所學到的烈酒 也可以拿來作為空間的填滿 其實是填滿 也是一樣 很enjoy 在這個當下 慢慢的 很激烈 就像我剛才說的 好 那在畫的時候呢 也要記得拿起來 省事 好轉動 拿進拿圓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也很自然而然 能夠掌握大局 所以切周切看 也是纏繞畫的步驟 第七個步驟就是用帶針 或者是鋼筆 畫出纏繞圖樣 所以這就是纏繞畫的創作的第三步 第一步跟第二步就是畫邊界跟暗線 然後就是正式的纏繞圖畫創作的開始 用帶針筆畫出纏繞圖樣 那在畫的過程當中呢 要不時的拿進拿圓去轉動 纏繞創作就是第八個 可以拿圓 拿進 轉動 第九 第九 施索 還有第十 用鉛筆 配合紙筆 製造陰影 十一 簽名 像如果我們是寫日記 就寫下 心情日記 文字 或 纏繞畫 就是一個圖文日記 所以文字呢 是一個心情的圖說日記 你也可以寫在紙張的背 創作的背後 也可以像這樣 只有一面也可以 就是纏繞日記本 你都可以隨性隨意 自己去發揮自己的創意 那我們繼續在這邊 把間隙 塗黑 好在這個第三天的 纏繞 逆襲當中呢 還有介紹到所謂的 強化效果 那現在我在做的這一個 就是強化效果裡面的 圓畫 就是比較接近的地方呢 我們幫它 塗黑 這就是所謂的圓畫 那這個塗黑的效果呢 在立體公路裡面 現在我在做的 就就是圓畫效果 我隨地體公路 就已經結合了 增強畫面 增強畫面 效果的 圓畫 增強畫面 效果的 圓畫 像這個 像這個 節日清掉的縫隙間隔很小 這個地方我們把它塗黑 就是所謂的 圓畫效果 好 上路根跟上路根 這邊交叉的結果呢 是不是 很像立體公路 所以 立體公路跟上路根 交叉的結果呢 也會有一個 視覺延伸 的視覺感 但是也不用去想太多了 這都沒有一定要怎麼樣 也是隨個人的 自由意志去發揮 也沒有誰就是標準 總之纏繞畫 就是 很自我的 很隨性的 藉著這個纏繞圖樣 讓我們能夠關心製造 讓我們的心呢 煩惱的心呢 可以在這個當下 得到 休息 可以停下腳步 不再關前顧候 它是一個可以讓你 得到臨近的一個所在 所以 大家一起來學纏繞畫 或者是瑞克跟瑪莉亞 它只是提供一個 方法 一個藝術冥想的方法 好 那這樣子 畫好了差不多了 這裡還有 就把它貼滿 好 總之 就是 不要想太多 好 差不多了 那現在呢 就用2B鉛筆 搭配紙筆 來畫陰影 來畫陰影 那首先就是掌握剛剛 畫纏繞圖樣的原則 就是 產生 一個陰影 造成一個前後的關係 強化前後的關係 製造立體空間感 製造立體空間感 所以我們在赤黑的地方 也就是所謂的暗部 好 去製造一個 漸層 所以畫漸層呢 我們就是依次 用2B 產生赤黑的 陰影 可以兩邊都畫 也可以只畫一邊 那 我就很習慣 畫在 右邊 好 大致在這個 每一個殘繞圖 一樣 稍微用2B 產生 戒掉之後呢 那就用紙筆 製造更多的層次 很隨性的 讓自己的直覺 去掌控 搭局 好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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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ksting av Nicolai Winther